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16号周六下午3点举行 市长谢国良与表演团队共同宣布启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欢乐采接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与表演团体共同打鼓宣誓下 今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即将登场 展现基隆海洋自由 开放创新的在地文化氛围 海洋老鹰嘉年华办了第13个年头 在他开始 一开始在举办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立法委员 那时候蔡理事长就很努力的想要办这些 对于社区营造很棒的一个活动 那时候我就有协助发动参与 刚刚蔡理事长讲我才突然想起来 有些事情时间一过都不记得了 但是13个年头过了 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依然办得很好 很温馨 今年又有很多公益团体加入 因此我们在游行的沿线 我们也搭配了很多摊位 让大家可以走一走 吃吃喝喝 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周末 也可以传播更多社区营造的理念 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跟我们的外县市观光朋友 今年的嘉年华已经进入第13年 那么每一年都会在文化局前面这边做工作坊 那这个我们的活动 不把它定位为一日的活动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些社区 一起来在艺术家的指导之下 我们来做这个道具 完成了这个道具 就等于是大家的一个成果 然后再展现到我们当天的游行 那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启明 还有我们的这个盲人福利协会 还有我们的生命力协会 还有我们的基隆市脊髓损伤者协会 他们一起来参与 也就是说基隆市展现有爱的城市 让他们也有机会走出来 有鼓励我们所有的肆脏伤脏 他们以后都很愿意的走出来 不要宅在家里 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更快乐 感受到非常热闹的气氛 而且是走出社区 然后整个觉得基隆市非常的祥和这样子 也非常融合这样子 那我们你的会员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因为老鹰嘉宁华虽然有13年头了 可是今年对我来讲是第一次 而且穿这个老鹰装 我自己原本想说我自己在路上走 没有办法像老鹰这样子飞翔 结果我参加老鹰嘉宁华之后我发现 虽然我没有办法真的像老鹰这样飞翔 但是在台上打鼓穿着老鹰装这样 感觉就好像老鹰在演奏音乐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很棒 所以我觉得老鹰嘉宁华这个文化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继续下去 一定要继续下去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主题我们今年的花车 有因为这个现在的基隆的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了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主题道具 今年就设定为都是怀孕的大肚子的 让我们的所有未婚男女一看 这个很可爱 是不是他们愿意结婚 他们愿意生子 然后珍藏报告 盛大的游行采接活动 将于9月16号周六下午3点 从国门广场出发 会经过市区的中一路 人二路 爱二路等路段 精彩的表演及魅力服饰 打造海洋特色嘉年华的游行 而为了维护民众安全及活动顺利 当天下午2点到5点 活动周边将实施封路及交通管制 请民众留意并且提前改道 海洋家年华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眼来看 中央文化部方面委托相关单位 特地到七独一有瑞开会议 调查煤矿历史遗迹 副议长杨秀玉刚好到附近基层 就一起去探勘 这民国74年封坑后 不曾对外曝光的陆寮二坑煤矿移址 一群人先上坡 我们拼得很拼 你不拼得很拼 重新见证 不准 在下切到小溪谷 我不拼 我不拼 不拼 我会拼 我拼得就拼了 我拼得很拼 哦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走得步步惊心 在地方人士以及当地里长等人 前岛随身保护下 跟着在涉水走过充满土石块 又拟拎像是小溪谷 又像是小路的途径 终于先看到煤矿层的路头 杨秀玉很开心 这个是煤矿哦 路头 这是煤矿哦 看到这里没有 这个就有油矿 他们看到这个才开始往下滑 你看那个 我们拿一点点没关系 两个 你俩不理 这个是矿哦 煤矿 煤矿 对 你这个以前的 老齐有类这边都是以矿为生 开心不到两分钟 持续沿着小溪谷路径 往前挺进一阵子后 再下切 一行人跋山涉水 终于看到民国74年封坑后 不曾对外曝光的 七毒有类 路寮二坑煤矿遗址 路寮二坑 对 路寮二坑 杨秀玉和当地有二里长 苏丘福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因此和地方人士都希望市政府 可以争取文化部方面的支持 评估能不能够规划 恢复路寮二坑煤矿遗址 串联已经开放的路寮一坑 以及路寮坑车站遗址 和曾经通过有类西的 煤矿台车桥梁遗址 形成有类矿业文化观光园区 那早期我们有纳跟这个 有类跟这个马林 都是以矿业为生嘛 那这里保有很很 就是矿业的一个原始风暴 那我们希望说基隆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文化局 是不是能够到我们文化部 这个文资局这边 是不是可以去提出一些计划 来争取一些经费 让我们在地的这些所谓的一些文化 能够更活化 就是未来在观光这个景点 能够更活络 那主要也要告诉我们年轻人说 当年的这个爷爷奶奶 我们的爸爸妈妈 当年是怎么样养我们长大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要把它延伸下去 我觉得这个在这一方面 在基隆这一块做的不是很久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基隆市政府 在这方面要加强一下 跟这个我们的文化部这边 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社区更活化 苹果其实四年在逛坑 那这个是有历史的 有历史的建议 那个逛坑 希望我们文资局 还是基隆市政府 来把它整理一下 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陆寮二坑的存在 陆寮一坑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那这个陆寮二坑 就很少人知道这个陆寮二坑 因为它提早封坑 所以这个坑口 它没有把它封闭 所以它是很完整的一个坑口 那我们游泳有这个 很完整的矿坑文化 遗迹 还有一些缆车 缆车间 风口 这些都很完整 还有也希望说文化局 能够把这些 能够稍微整理一下 让我们有锐的梅 跟大家分享 给大家能够来这边踏心 让大家市民都可以来看到说 我们以前父母亲 是怎么一个辛苦的过程 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也希望说 我们的文化部 文资局这边 也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支持 这次的现场探勘是因为中央文化部方面委托相关单位人员 特地到七独有类开会调查煤矿历史遗迹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刚好在附近服务基层 相逢自事有缘 地方人士当场邀请副议长杨秀玉和记者一起前往探勘 特别是七独有类地区以往是基隆著名的煤矿区 随着矿业没落许多矿坑早已经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希望未来有机会让外界和后代子孙也可以看见 有类矿业当年的风华 以及仙人们过去为了家庭和生活的辛苦 杜条沃坑看看成功 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吃美食 基隆庙口附近有一间下午茶 业者主打现做的千层蛋糕 每块都有30层 研发出千层凤梨酥 还能够承受不同的温度 常常有外地的掏客专程而来 带回家细细品尝 拿起一张千层饼皮 小心翼翼铺上 再涂上鲜奶油 中间摆上水果切片 而这来来回回就超过20次 光是做这个千层蛋糕 就要花上两个小时 千层蛋糕用刀子切开 满满的鲜奶油芒果底 再淋上芒果果酱 仔细看每一块千层蛋糕都有30层 这间隐藏在基隆庙口附近的下午茶 没到一夜时间不少头客 呼朋一半就冲了这块千层蛋糕 我刚吃的是芒果千层 对那他们芒果使用的应该是爱文芒果 那香气就会比 我们看到的玉井芒果都还要香很多 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芒果吃起来很重 我就会觉得说非常的多汁 然后香气又会充斥在墙这样 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上面还有附上这个铃酱 那我吃出来这个铃酱 我觉得不只是单单就有芒果的味道 它还有用凤梨去做这个提味 让整体的这个蛋糕的味道就是层次更多元的一点 主要是它的饼皮跟别人的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饼皮是用千层 它们的千层皮去做的 所以它吃的时候也是 就是你一切你一切开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一层一层层下来的 那这种事它也不会过酸 然后它的蛋黄是很浓郁 那我就很爱吃 所以我后来就也变成糕饼皮这样 店内还有这一款中西结合千层凤凰酥 保留基硬在地糕点特色 呈现全新的风貌 而千层凤凰酥不像蛋糕受时间温度的限制 外地来的消费者也能够带回家慢慢品尝 Bravo 太好了 是吗 对 因为在他们来契容这么多年了 因为这个产品我这两年才往船上带上去 一般都是英国 美国 瑞典的 德国人 对这个东西反映极加 不管是水果酥还是凤梨酥 凤凰酥都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用酥油皮去做的那种皮 会比较油腻 然后通常馅也蛮甜腻的 那这一家的酥皮就是它是千层酥皮 吃起来非常清爽 然后没有负担 然后甜味就是刚刚好 水果味非常的香浓 对 吃起来很舒服 修改了千层皮的配方 然后结合了中式糕饼的油酥牛皮的做法 这样子就准备单身的千层 凤凰酥跟凤凰酥 这样子的饼瓶呢 吃起来会有一层一层的空气的层次感 那上方呢也会有输出的感觉 底部会有发酵奶油煎烤过的脆感 那整体就是很有层次跟空气感 所以吃起来会有明显的不同 也会有明显的淡香跟发酵奶油香 这是最主要不一样的地方 隐藏在一项内的下午茶 不少老饕冲着千层凤凰酥而来 专门送给国外的朋友 记者 黄绍明 结合最新的科技趋势 就是总工会首都举办无人机组装与飞行的直讯课程 培养劳工的第二专长 45岁以上的民众可以获得课程全额补助 报名到9月15号止 欢迎劳工朋友报名参加 想要了解无人机的组装与飞行吗 基隆市总工会因应最新的科技趋势 首度举办无人机的劳工在职训练课程 报名到9月15号截止 45岁以上的民众还可获得课程全额补助 首先是因为整个是考虑到说 现在整个社会是山西的社会时代 那我们的劳工也必须要在 就是在稍微精进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会从南部聘请 这个无人机的专业的一个老师 到我们这边来基隆 来帮我们这些劳工朋友 来做一个就开这个班 因为现在无人机在不管在农业上使用 或者是说制作影片 或者是拍相片 或者是在国防上 或者是在整个企业上 都是用的还现在蛮多的 我们现在目前的报名 因为只有刚报名几天 但目前的名额只有身价5位 那如果说我们超过45岁的来报名的 参加职训课程的 是有劳动部全额补助 那如果说45岁以下的 当然必须自费20% 这个部分也算是我们政府的得正 这一次如果说非常容易 到满额到20个人的话 我们继续还会在明年提出这个斑别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国民健康日当天 全国各县市体育会理事长等代表 与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齐聚 就重要的运动发展议题 进行深入座谈 我们各县市都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但是在一个不平等的待遇下 你让我们怎么生活 各县市体育会理事长齐聚 分享推动体育活动或计划时 所碰到的难题 并提出建议与看法 政府也应该要想办法 拿更多的企业来赞助 因为政府的经费还是有限的 从中央政府开始呢 当然有很多的经费 不断的不管是在运动爱台湾 这个项目都有支持 但未来我们还是希望 在整个体育界这边 能够还是有一个 不管在经费上面 人力上面 真的能够投入许多 不只是如何缩短运动经费的 城乡差距 还有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涯规划 我们卸政以后 有一个很稳固的职业 对选手有一个保障 以及吸引国际赛事 世界的选手能够看到台湾的 也希望世界选手能看到我们花脸的 最终就是要促进地方经济繁荣 缩短成乡差距 希望说我们把体育署三级单位 提升为二级单位 我们侯市长能当前总统化 能把体育这一关列入考虑 我们基层的信念 我们的体育机会可能要稍微宽便一下 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也分享自己 对运动的看法与期望 运动要让城乡差距缩小 运动不是哪一个县市的潜力 运动是每一个人要享受同等资源 让每一个人发挥所长 养成运动的良好习惯 就算他不是选手 他也要从运动当中 可以学习到很多奋战的精神 这一场运动座谈会议 讨论台湾运动的未来 期待运动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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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去烟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喔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来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喔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 先生 你这样停车违规喔 驱车停泛合法骑油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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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酸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有鉴于中南部登革乐的疫情 持续延烧 基隆市卫生局和七堵区卫生所 联合地区志工 针对容易有积水的菜谱菜园 进行积查劝导 呼吁民众一起配合防治登革乐 看着菜园里面平常有加盖的积水容器 没有发现蚊子的幼虫解决 让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等人都放心许多 由于今年台风季雨水多天气又热 一有积水的地方就很容易滋生蚊子 特别是中南部登革乐疫情持续烧 让基隆市卫生局也严正以待 登革乐疫情在今年确实非常严重 尤其是在南台湾 截至昨天为止 台湾已经有超过6000例的登革乐 其中在南部就已经将近6000例 5900多例 比较严重的限制包括台南还有云林 其实在基隆的周边台北跟新北 也都有从去中南部旅游或工作 回到台北跟新北 确认诊断有本土登革乐的病况 在基隆本身虽然只有零星几位 而且这些是从东南亚的国家回来的 暂时还没有在台湾本土的病例 不过以今年的疫情不断的上升来看 我们很担心这个疫情在基隆市也会有本土的疫情 那一旦南部的疫情没有缓下来 在基隆的疫情也就会让人家非常的担忧 也因此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带着疾病管制科长甘乃炉 企划科长庄惠文以及七鲁区卫生所护理长曾明珠等人 联合地区志工 针对容易有积水的菜谱菜园进行积查宣导 请到积水容器后倒盖或是投药后加盖 预防滋生蚊子导致登革乐发生传染 也呼吁民众一起配合防治 但是记住寻到清刷四个重要步骤 避免没有加盖紧闭的积水容器 寻一下看看有没有积水的容器 或者是不流动的水沟 然后如果有积水 我们就把里面的水倒掉 然后把积水容器倒盖 然后把做这个容器的清洁 或者是有些地方的水沟是被落叶 或者是杂物堵住了 我们就都把它清掉 然后如果有一些容器里面 已经有一些决绝的滋生 我们就把它刷干净之后 才做倒置或者是做清掉 我再讲一次 寻 倒 清 刷 那当然如果 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得到登革乐 但是如果我们有到东南亚的国家 旅游或工作回到台湾来 或是今年疫情比较严重 有到南部的县市 尤其是台南 云林 高雄等等 回到我们基隆之后 我发现我身体有不舒服 我有发烧 头痛 然后后眼窝痛 或者是有关节的痠痛 还有一些皮肤的疹子 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到医院就医 然后要告诉医生 我最近有从东南亚哪一个国家回来 或是我有去南部哪一个县市 这时候我们医院的医生 就会帮你做登革热相关的检查 另外卫生局长张贤正也呼吁 必须出国到登革热疫区 或是在国内流行登革热比较严重的县市 都建议穿着浅色长袖长裤防纹 手脚肉粗的部位及脸部更建议喷洒 防纹液防纹子叮咬 我们要做好防纹的措施 那什么叫做防纹呢 我们就应该要穿长袖的衣服 长袖的裤子 那除了要长袖之外 浅色的衣服 浅色的裤子 都能够比较有防纹的方法 然后我们如果到真正在疫情高峰的地方 到东南亚国家到南部县市 我们会鼓励市民朋友到户外的时候 然后使用防纹液 防纹液应该要喷到所有可能 会被蚊子接触到的地方 例如我们今天露出来的手 或者是我们脚如果裤子拉起来 里面会有一些地方有 我们也会喷 然后有人说 那我脸上有没有办法喷防纹液呢 也是可以的喔 所以我们就会把防纹液 喷一喷之后抹在适当的地方 好 这样子都是一些保护我们的方法 那有一些人 因为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喔 天气很热 所以有些人会做防晒 怎么办呢 先在里面擦好防晒 因为防晒是在里面的 然后我们把防纹液喷在外面 这时候我就可以同时兼顾到防晒跟防纹 卫生局指出避免登革液发生和传播的不二法门就是清除积水容器 不要让蚊子有滋生的环境 特别是容易滋生蚊子的菜谱菜园 呼吁民众一起配合共同防晒登革液 如何让当令蔬果保留营养又能呈现不同风味呢 中山热林开设夏日蔬食异国料理班 三堂客才挂上网即刻秒杀 一块来看美食料理 现正盛产的地瓜 南瓜等蔬果 加点创意就可以尝到异国风味 现在有盛产地瓜嘛 所以其实我们昨天是做了地瓜 用黄柠檬去蜜地瓜 那种是很特别的 就是比较日式的一个调味方式 那我今天做的披萨呢 除了它是玛格丽特的基底以外呢 其实我用了大量的地瓜放在披萨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创意料理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开设夏日异国蔬食班 挂上网即刻秒杀 吃食物的原型还得要好吃 如何做到 可见现代人从食入口 追求健康养生的观念 中山热林呢 举办这个夏日蔬食一国美食呢 很多婆婆妈妈 热林族特别喜欢爆满 然后我们又运用 这么好的一个山中好时光 让他们来学会怎么样烹煮 那我们的林老师呢 也特别厉害 运用现在这个食书呢 来让这些热林族 怎么样为家人呢 准备一道很好的一个夏日美食 这个是学员们跟老师们做的一个成果 摆盘也很漂亮 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开这个课呢 真的都是秒杀 下次要开课哦 记得快一点报名哦 不论是柠檬蜜地瓜 南瓜杏包风浓汤 蔬食披萨 简单的食材 轻松料理就能尝到好滋味 其实我不太会做料理 所以来参加这个料理 我觉得跟我的认知不太一样 原来料理可以很丰富 色香味可以这么俱全 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感触大的 迈向新生活健康饮食 让热林朋友从不同料理方式 吃在地吃当季 下日祭国食书在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